我知道自己有一点灵异体质 所以在这几年 在有人天天都想暗暗地伤害我 杀害我的情况下 我还是活着 我想不到人可以这样荒凉地活着 这是最近的想法 因为我离开了父母 离开了家人 自己到美国来了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去这样逃命 用佛法和依靠社会与周围人的普遍善意 我就这样荒凉地活着 在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毒害的状况之中活着 所以佛法不仅是拯救人心灵的 其实我感觉佛法修行的各种方法是可以救命的 我实际地体会到了 当人的内心用禅观的方法冷静地观察身体 在身体被危害的时候 在身体被危害的时候就会想起应用许多的佛法 包括道家的方法 中医 气功的许多方法来对质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心理并不慌张 找到原初自己生命的那个抽象的道 在心灵上回归本源 用这个本源来医治自己身体被加害时产生的各种状况 因为自己的一些灵异体制 也因为修行 有时候可以看到能量的显现 比如我会看到黄财神 在我沮丧的时候 用他胖胖的大手安慰似的拍拍我的脑袋 还有黄财神的那只土宝鼠 又在我肩上跳来蹦去 这样比较亲和幽默的神灵 让我快乐 而那些高不可攀的佛菩萨 也会几乎是用浮一浮衣袖一样的 轻微的动作就保护了我 最近修行的时候 我还经常会看到 有黑色大金刚在我附近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就像父母一样的 在关键时刻就有保护的感觉出现 就这样子 我仿佛在世间 又找到了泉源般的慈爱与温暖 所以修行对我而言是活生生的 是如同泉水一样 每天奔流的生动的事情 每天都有植物在水边生长 每天都有飞禽走兽在水边饮水 我希望自己可以再努力一些 希望自己可以有力量 举起一捧这样的源泉之水 可以稍微的帮助一下 众生的辛劳和苦痛的状况 尽管其实自己也在 每天的生活的危害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